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嗨 嗨 大家晚安 現在是晚上九點四十五分 那因為我禮拜一有說會開直播 那今天禮拜三就開一下直播 哈囉 大家晚安 嗨 讓筍子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 哈囉 哇 大家晚安 很久不見 嗨 哇 香港的朋友 嗨 Nick也進來了 嗨 容姐 嗨 雖然大家禮拜一好像有問蠻多問題 但因為就是我沒有回答 結果 有些問題好像就沒有保留 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好像沒辦法 對 真的沒有問 就是 看不到之前大家留的問題 對 那如果大家今天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問 嗯 大家最 蠻關心的就是蠻多 蠻多人一直都很期待 就是我們的 那個電影什麼時候會 有新的消息 那目前我們是都還沒有聽說 那 也請大家 就是在期待了 如果在等待的過程中 大家覺得很 心情很雀躍的話 大家再回去看一下樂界 或者是 我們這幾個人的新的作品啊 大家中途可以 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 我們是自己也是蠻期待的啦 就是當初也蠻 興奮說這個東西 呃 大家很期待要把它做成電影 那我們當然很期待 那我們也跟你們一樣很期待 所以 嗯我們很想把它呈現出來 但就目前還在等待 嗯 就 需要等待囉 然後大家 那一天禮拜一有蠻多人問我說 呃 蠻多人關心我的狀況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蠻多人問我 嗯 轉換到新的環境或者是 面對親人的離世啊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待會兒我們有聊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 聊聊看 呃 拉花的話我這幾天 再找時間去練習 因為最近要忙很多事情 就是 說忙也沒有很忙啦 但就是讓自己有點放空 因為 剛處理完家裡的事情 然後 拉花上個禮拜有去練 那接下來要 跟朋友一起合作 做一個品牌的東西 之後也會慢慢的 嗯慢慢的上線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對 那個 品牌的東西就是一些 可能類似 頭髮的產品啊 然後臉部的產品 那 我們也還在討論未來的方向 對 呃 今天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想關心的 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 聊聊天 有有有有有 我有很照顧自己的健康 呵呵呵 那今天其實開直播 其實最主要有一部分是想要分享一下我的 心情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算是自己家裡的 是5月中後期會再進行一波前置 然後5月20號後會再進行拍攝 所以我最近是中間處於一個小小休假狀態 新品牌是副業 那是 嗯 我找了 是我幾個朋友 一個做美髮產業的 然後一個是我的模特兒好友 也是演員好友 就是Kenny 那我們就是三個人 合作想要把 把好的東西 啊 那我們覺得相信的東西就是 推薦給大家 對 在 對 五月 五月 中後會開始拍那 會拍到 為期大概有半年的時間吧 他是長的連續劇 但是 不是在今年上他會明年 明年在 平台上播出 對 那 欸我剛剛講到什麼 呃 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狀況 雖然這是自己家裡的事情 但我覺得 嗯 分享一下給 給大家好了 像上個禮拜天是 母親節 那母親節對 今年的母親節對我來說 是一個蠻特別的母親節 就是 呃 就我媽不在了 那我媽媽 是 2016年底 對 大概2016年 那一年是 欸那一年我在幹嘛 那一年我沒什麼戲 哈哈 那一年就是 大家還不認識邱子軒 也還不認識盧彥哲 那一年是 什麼 嗯 我什麼東西都還沒有 的狀況下 那 就是 其實跟大家分享是因為 大家如果真的身邊有家人朋友 如果突然身體有什麼狀況 請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注意 像我媽那時候是 我還記得是我 因為我還有寫日記 我那時候是 11月11號的時候 我帶她去看醫生 剛過完生日 11月5號 然後那一陣子我媽爆瘦 爆瘦到我們 我們全部她身邊 可能先看婦科 我們先去看婦產科 婦科 然後找到我們 當初幫我接生的醫生 然後我媽就看完 然後我覺得一切都 運氣運氣 就是感覺好像老天爺有安排一樣 我們看完醫生之後 那個醫生就 欸 看到我媽的狀況不太好 然後聽說她胸部有點痛 就是她胸口那邊 這邊開始已經腫了 然後 做引流手術 然後就去做了 然後我就也還不相信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狀況 但聽到我媽住院 我又再趕回來 我又再從台北趕回彰化的醫院 然後一到病房的時候 我媽剛好跟 我爸剛好陪我媽去做檢查 然後那時候只有我妹一個人在 然後我妹就說 我妹就沒說話 然後我妹也很堅強 但是她開始流眼淚 我妹就開始流眼淚 就開始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 是最不好的 欸是什麼 什麼問題 然後我妹就也沒說什麼病 她就說是最不好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說好 那不要擔心 我們家人都在 然後我就去 我就去樓下吃 吃飯糰 因為我還沒吃飯 我就去樓下7-11 買了一個飯糰 我就買一個玉飯糰 然後我就邊吃 然後眼淚就一直掉 因為她 我就知道是不好的東西 然後我還不知道 就是什麼狀況 然後就眼淚一直掉 然後後來就是檢查完 發現是肺腺癌第四期 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已經轉移到 骨轉和腦轉了 就是她已經 已經轉移到腦袋裡面 已經蠻多顆腫瘤了 然後她的脊椎 就是下骨盆 這邊也有腫瘤了 好 謝謝 謝謝 遗憾我妹都在 然后大家就是一起 攜手面对 这件事情 但其实我最主要是想分享 就是我妈妈她 非常坚强 因为她其实2015年的时候 她自己去检查 我们后来发现她的日记 因为她有写 她2015年就检查出来 但是她很怕我们担心 所以现在 回想起来 其实真的希望大家 如果身边有很多 家人朋友 身体有不适 或者是他们身体 已经出现一些 哪里玩啊 或者是去检查 多多关心他们 因为 我是因为在发生这件事情 才知道原来 生命这么的无常 然后这么的 稍纵即逝 然后也因为 我母亲 我妈妈得癌症这个事情 我才学会说 怎么去很勇敢的开口说爱 爱别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我在更早之前 我是完全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完全不会跟我妈说 我爱她 或者怎么样 那 嗯 体悟到一个就是 你要很勇敢的去跟大家 说出你的心情 那刚好 前一阵子就是 有承诺说 大家要开直播啦 很怕我 这样讲讲 我会哽咽 但就是 那一阵子 真的是 那一年真的发生 蛮多事情的 一六年我本来是 我有跟我们公司讲说 我想要 离开这个圈子 我想要回去 陪我妈 就是做一般 普通的工作啊 然后 可能付医药费啊 陪她 那时候我的公司 就是讲了一个 讲 我那时候经纪人 也是现在经纪人 她就跟我说 她讲的也没有错 她就说 你如果放弃台北的工作 你妈妈会觉得 她拖累我 那 后来在 我妈在 抗 就是在对抗 癌症的过程中 她其实有一段时间 其实心情会很 忧郁 那她也会 哭 那也会 就是说 她拖累我跟妹妹啊 或者是弟弟啊 那 就是两面啊 你当然会很 希望有多一点 时间去陪她 当然 也会 希望在 工作上 你不要让她担心 那很幸运的 就是在 2017年的时候 我遇到了越界 那越界也很幸运的 在2018年上的时候 造成了很大的回响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很多 喜欢越界的粉丝 然后 谢谢大家喜欢我们 然后让我就是 至少在 演员的生涯 有了一个代表的作品 然后也让我觉得 我自己变成一个演员了 那当然就是 也谢谢大家 大家给我们 很温暖的能量 然后让我能够 把这些温暖的能量 就是传达给别人 然后我也传达给我妈 像我妈就变成一个 一个fans 她就变成一个 越界的小粉丝 然后就很多周边 然后很多 像那时候 很多朋友不是都做一些玩偶吗 然后一些话啊 然后送给我们 我基本上就全部拿回家 然后给我妈 我妈的柜子里面 就是会有一些 大家做的什么乌龟啊 排球啊 然后夏秋啊 然后我的画作 然后那时候养鲁笋 也有人画 我跟鲁笋的画 然后我妈就把她 挂在那个墙上 那就是她从 出道以来 我觉得她在我出道之前 就是我第一个fans吧 对 那也谢谢越界啊 真的是谢谢 谢谢这一切 美好的缘分 然后让我妈 看到儿子 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 那让她至少放心 那过了三四年 因为那时候 啊对 跟大家讲一下 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我们家算幸运的 我觉得我算幸运的 因为 听到那时候 我妈刚知道癌症的时候 医生跟我们讲 是讲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最长 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不确定是 基因突变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因为好像是 确定基因突变的话 他们就可以投 标靶药物 所以我妈第一年 就是她是做 标靶药物的治疗 那 很坚强 也很难过 因为她那一年就是 有副作用 还好没有掉头发 就是她 她其实也很care她的 漂不漂亮啦 那当然我对我来说 她是最漂亮的 然后她就是开始长一些 就是可能 指甲会有一些 结痂啊 然后她指甲会掉啊 指甲上面都是结痂 那 她就那一年的 治疗蛮幸运的 就是蛮有效果 所以我妈后来又 就是多了 就是多了一些时间 然后让我们多一些时间 陪伴她 所以我后来就 完成了一些梦想清单 带她完成了一些 自己觉得的清单 我带她去看红隆红的演唱会 然后我就 跟我弟和我妹也计划 就是还 真的是兄弟啊 那时候我 我妈妈刚刚走那几天 我在处理后事 谢宜红是第一个打赖 打赖给我的朋友 她就是 打过来她也是沉默了一下 然后就说兄弟 就是加油什么什么的 但是那时候 我刚好跟我爸在外面忙 所以我就说 好好我知道 就她第一时间 然后传讯息关心我 所以真的很谢谢 那我也知道大家都在 其实一开始 不想让大家担心 也 也一直在思考说 一个公众人物 一个艺人 家里发生这些事情 是不是不该说 或者是 该不该分享 但我觉得 我 我是蛮想分享的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亲身经历 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 大家 多多关心身边的朋友 然后要 你会发现 其实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朋友很重要 但是你其实在外面闯了一圈回来 家人的陪伴 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要多多回家陪家人 那多多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四年 四年多 其实我也 要说孝顺吗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孩 其实在第一年的时候其实蛮孝顺的 每天 那时候基本上每天打电话回家 每天跟妈妈就是视讯 就一定要让她看看你怎么样啊 那 那时候其实很多 很多人就是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就是要很有正能量 所以我跟我妈聊天 就是聊一下 就是笑啊 然后或者是她有一些比较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病友 他们会很 骂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确实是那时候有有鼓励她 有用一些比较激动的情绪 就是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开心一点 你就是因为想太多不好的 然后怎么样 我就是会骂她 当然是希望她可以有很多正能量 那 因为 第一次嘛 第一次当爱症病友的家人 那 可能未来就是也 也不确定 就是我希望能够把 身边的一些经验分享给 支持我的朋友们 因为 可能大家家里会有一些 没办法说出口的困难 或者是需要 怎么说呢 就是 我知道大家在 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心里都会蛮难受的 但其实不要 怕说出来 你如果身边有朋友的话 其实跟他们分享一下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很多朋友 说不定会给你不同的 回馈啊 然后你可以跟他聊聊你的心事啊 那 像之前 嗯 我身边也有几个好朋友 他们家里 然后会鼓励你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能量 而且今年 今年蛮遗憾的 就是身边蛮多 蛮多人 蛮多亲友 就是在今年 不管是疫情的影响 还是原本身体就有一些状况 其实我听到真的今年走了太多太多人了 那 请大家 就是可能请他们节哀 那也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对 哦 我最常听到就是好好保重自己身体 其实在这段时间体悟蛮深 嗯 在我妈最后 这一 呃 比如说三 三月份 她住院的那一个月 那个月其实 比较难熬 就是一切都还蛮戏剧化 就是我第一次遇到 是三兄妹里面的老大 那 当下其实心情蛮复杂 就是第一次要亲那种东西 但是知道必须面对 那我后来那几天的体悟 我自己也跟我妹讲 也跟我弟讲 在妈妈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吃饱 我们更应该有体力去面对这一切 所以那几天我们就是 演员这件事情 我其实挣扎了一段时间 那在妈妈发生 得病的时候 那自己也在思考说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当演员 但很幸运的 嗯 我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啊 因为没有放弃到现在 我才发现 我可以因为这个身份 我可以去做更多 更多事情 甚至是影响更多人 那今天开这个直播 其实是想要把 一些经验分享出去 嗯 不管他 嗯 是不是大家想听的 但我就是蛮想分享的 那那一年就是 16年 认知到家人是最重要的 也得不去拍偶像剧 或者拍什么 但我觉得 现在回头想想想想 如果我那时候没有拍八电档的话 我可能 生活会更困难 对那时候就 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月季也播出来 也让大家认识了我们 那当然可能有稍微红一点 自己觉得稍微红一点 可能有一点 才能说 有点 就是 那样 我可能有变得 对那外面 那还是 来了 赢 带 那还 是 还 这样 对那 点 continues 艺人或者是演員 但現在就是不設限吧 我接下來有什麼工作我就做 那能夠用這個身分去分享更多好的能量 我覺得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那也 也很開心就是在今年有 新的作品要來找我 那我也很期待 所以我就去 為了這個角色 那時候我要知道那個狀態是什麼 所以我就去去學了 拉花 那也謝謝休息日在這邊再次感謝休息日的大家 那讓我可以在那邊就是打擾他們 我自己也很期待這新作品 那剛剛有一些新的朋友進來 那有些人說期待越界二 你們看對我來說 Want我不要再露心 被他們都拒絕了 我想問幾次 會不會有的 那我沒有請問 我去聽說 你會答應 我覺得 給我來 那時候 我也是 能不能 破壞 不 這次 很值得再被拿回來 再重溫的一個作品 當然能夠拍出這種價值的戏劇 我覺得我已經很滿足了 那我真的很希望就是 我的每一個作品 都是可以被重複看好幾次 當然樂界已經讓我達到這個目標 那當然希望後面有更多的作品 可以讓大家回味 可能過了好幾年我再回來看 它是可以讓你有不同的感動 有人說 哎唷 頭髮敲 我可以在二十九三十之前就可以 至少還可以壓線 好像可以再逆齡回去演一些角色 那時候已經拍攝劇界的時候已經二十八歲了 就壓年齡壓在十八歲 就是逆齡壓十年 壓十年去演高中生 隊長要加入直播嗎 我覺得他應該沒辦法吧 謝憶紅他現在他是很care他的 哈哈 他應該在一個角色 但我還沒有辦法 跟你在這種角色 應該有兩個月 你就我已經在那邊 簡單爭手 非常緊張 我也要大家要 很緊張 也會不會 這麼緊張 我的 Baker 蝦翼你如果要雙直播就進來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蝦翼傳送了嗎?查看 沒有欸 蝦...蝦翼你...欸... 嗯...你可能要出去再進來 然後說邀請那個... 呃就是申請加入直播 喔然後剛剛...欸... 不是剛剛 最近才幫許少爺慶生 那就大家可以去祝他生日快樂 好隊長家進來了 唉唷他應該會進來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態 不知道是在外面還是在他們家 唉唷面面 我...我已經...確認我在等待他加入 還是我...申請做人 唉唷... 唉唷... 看路邊好看的人這樣 對對對 看一些路邊好看的人事物這樣 是... 對啊... 我們總是需要吸收這些正能量的 是... 我剛才聽你講也得到超多正能量 好...嗯... 對... 那就好 對啊... 因為說真的現在這個疫情 它...真的狀態都不太好 其實真的 對...那... 剛好你進來又想到一個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是俄羅斯人 那... 最近很遺憾的聽到他... 嗯...今天早上才聽到他... 爸爸在俄羅斯... 過世 嗯... 那不是...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因為... 他也是癌症 那是社會線癌症很久了 那... 也在這個時間... 在這個時間點就是離世 我覺得蠻...蠻難過 因為他沒辦法... 飛回去 他飛回去就要隔離14天 所以我覺得...嗯... 啊... 最近蠻多比較... 遺憾的消息 對啊... 因為這個疫情很多的一些... 不知道... 好多東西卡住 不可能... 對啊... 對不對... 有毀滅才有重生啊 這是真的 嗯...對... 就是你真的是要毀滅 然後經歷過一些很低潮 你才會知道後面... 對啊... 對... 後面的路是好的 對啊... 對... 好... 你有什麼要分享的嗎 哈哈... 嗯... 嗯... 你真的有什麼心得嗎 然後... 都在啦... 就是... 目前大家都在 還沒有人要離開 對對對... 然後... 因為很多人... 還是有希望誰離開 怎麼可能... 怎麼會說是許少瑜 對啊... 因為很多人在問月界二嘛 對... 對啊... 然後... 其實... 我們自己也很期待 真的也... 嗯... 其實說真的 我們比每個人都還滿期待 對... 對... 角色... 然後我們的骨肉 我們其實很希望他們可以再壯大再長大 對... 是... 因為對我們來說好像演員生涯 要把他拍完整才算是... 才會完整 嗯...其實現在想一想也不一定耶 因為... 有些作品就是... 斷在那邊才會更顯得他的... 價值 對... 就是... 越界那個時候一集二十分鐘而已 欸... 十分鐘還二十分鐘 十分鐘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二十... 自己拍都忘了 好像二十分鐘 對...二十分鐘 對...二十分鐘 然後像後面的History系列其實... 長度也都提高了 是 對... 但我會覺得越界它可以... 因為我覺得越界的世界觀是很完整的 它是可以擴大 對... 然後一樣我覺得也是... 不用局限在二十分鐘 甚至我覺得... 你看... 你有沒有玩過FF7 你知道FF7吧 我知道啊... 但我沒有玩 FF7它是Remake 就是重製版 對啊... 我不知道... 就有想法說... 我們越界... 有機會可以搞一個Remake 你懂為什麼... 就是大家一樣都回來 然後呢... 搞一個四十分鐘六十分鐘的版本 然後讓每一個人的角色更飽滿 那個世界觀更完整 我是...我是這麼想啊 對啊 對啊... 是啊... 有兩派... 有兩派... 有人說... 剛剛看到蠻多粉絲... 蠻多朋友的就是說... 其實... 健好就說... 也不是說健好就說 就是它在一個最... 讓大家更有想像力的時候結束 那它會更... 更完美... 更夢幻... 對啊... 對啊... 對... 但... 兄弟有問你... 你... 你覺得真的... 真的就完整嗎? 我覺得還蠻完整的啊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 它的理念就很簡單啊 它就是講出一個... 對啊... 其實都有表達清楚的啦 都有表達清楚 那後面的事情... 球賽... 什麼什麼的... 讓大家去想像 因為後來同仁... 同仁本裡面什麼... 就是有... 有很多人就是... 把那些... 故事都... 補上去了嘛 嗯... 這樣... 講直接一點就是大家都腦補 已經腦補完了 我覺得有一些腦補的劇情 反而比... 都很吸引人 反... 反而很吸引人 對... 粉絲的創意搞得... 我覺得編劇都不敢寫 哈哈哈哈 因為都寫得太好了 對啊 因為我看... 之前情人節的時候 佩宇姐有寫一篇 嗯... 然後呢寫... 一樣就是邱子軒跟夏宇豪 然後也有寫賀程恩跟... 小小 然後他們在情人節發生的一小段故事 是... 其實可能那是... 就是佩宇... 佩宇姐他後面自己的想像 當然我覺得粉絲自己的想像 每個朋友自己的想像 其實... 會更符合期待 哈哈 會更符合他們自己的期待啦 對啊 嗯... 面面就是說尺度會不會太大 我覺得... 對... 有可能 哈哈哈哈 大家自己想像就尺度就可以很大啊 對不對 就是留給大家自己想像 對 對... 對... 是真的 反正... 反正以後我們還可以演大叔的愛啦 我是說真的 哈哈哈哈 對啊... 這種事情 啊... 有機會 我覺得能夠再圓這個夢 當然一不容辭 是真的 嗯... 對... 是一個很棒的期點 對... 也... 謝謝大家 因為有些人說有沒有... 呃... 有或沒有其實都好 有... 有當然好 但沒有其實他就在那個... 斷在那個時間點 然後讓... 讓大家在... 每個人的想像中繼續成長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對啊 對... 學長了30 哈哈... 你知道年紀越大尺度會越來越小 哈哈... 三... 啊... 憲哲你才30 我32了啦 對啊 哇大家好好更新一下是32喔 對... 今年32了 呃... 很... 很... 直接的面對自己的年齡 對 嗯... 我今年29了 真的... 喔29了喔 哇... 以前就覺得30好可怕 現在有9號... 你要分30 對啊 30 好... 歪 唉... 那你吃了沒 吃了吃了吃了 現在都幾點 10點多了 等一下又遛狗了 哈哈... 那我前幾天 我前幾天 呃... 應該有一些人有看到 就是我是去那個城市科大 分享一些 演員的... 呃... 演員的過程 嗯 那我那個... 那個行程沒有公開啦 我就希望大家不要生氣 因為那個是我朋友在城市科大當... 當... 主任 那他就邀請我去分享一下 對... 我怕有些... 有些人說 欸為什麼我有行程沒有公開 那... 那個就是因為 就是先優先給學生 對... 嗯... 因為燕子也是知道 人家校園的警力有限 怕暴動 對不對 所以就... 就先隱瞞啦 好不好 對... 大家就見諒一下喔 對... 哈哈... 而且這段疫情 我們... 我們盡量就是不要群聚 嗯... 是沒錯 這樣的人不要太多 對對對 喔還好 還有你有進來幫我圓一下 不然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講 其實你都想好 只是我幫你講一下而已 哈哈... 沒有其實我沒有想到 想到多一個人多一個腦袋 你可以幫我講 對啊 像... 像我有很多行程都沒公開啊 你是... 沒有行程吧 哈哈哈... 對啊 對啊... 因為其實像... 女鬼橋應該會有更多的一些活動 或者宣傳 但我們現在... 因為疫情 對... 對... 但你們說大家也都是很認真 就是... 你看現在又重新上 然後大家又再去看 再刷一鍋這樣 對對對... 你後面是鏡子耶 我很怕就是你知道鏡子裡面是你沒穿褲子耶 哦... 那我鏡頭就不要戴那麼低啊 哈哈哈... 你是有穿還是沒穿 有穿有穿 穿牛海褲 有穿牛海褲 很怕這樣看一看 然後看到那個屁股露出來 哈哈... 那...那很尷尬 那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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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的屁股都沒在保養的啊 嗯... 這個話題就已經到這邊就好了 哈哈哈... 不想再繼續說下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欸對啊... 怕等一下講一講時度太...太大 對啊... 我們上次見面是邵魚的生日嘛 對對對... 邵魚生日 也才前幾天而已啊 欸對啊 你那天你說你大概... 十二點左右就走 但你還是待到最後了耶 那蠻累的 哈哈哈... 對真的蠻累... 真的蠻累的 真的欸已經有點玩不起了 太... 有點... 很容易感到累 這是真的 對... 對... 年紀大了就是這樣 哈哈哈... 你看我看你現在直播你也累了齁 哈哈哈... 大家請保重自己的身體 哈哈哈... 就是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資產 哈哈哈... 真的有健康才可以做更多事情 嗯... 這是真的... 有健康才可以看我們接下來的作品 有人說你的嘴唇很乾 嗯... 因為我不喜歡塗護唇膏 你喜歡... 你喜歡的是別人... 別人幫你塗護唇膏 我喜歡像那個喜劇之王那樣子 哪樣? 就是... 周星馳跟張博之那個啊... 那個啊... 我忘了... 嗯... 回去大家看 哈哈哈... 怎麼覺得人家兩位大叔在發表年歲感 就是... 對對對... 欸不是啊 周星馳是全年齡的 周星馳是全年齡的 呃... 對啊... 就是那個啊 最近不是看那個日本... 四個偶像 小力旬跟三點孝之他們不是也四個人開直播 我覺得我們好像也可以玩一下 呃... 可以欸... 對啊... 尤其現在... 對... 就大好... 雖然是... 大家今天要在家裡 但是想辦法找個... 找娛樂或是找事情這樣子 找事情做 還是我們現在摳... 摳...摳...摳... 摳...摳許少瑜進來 摳許少瑜... 欸...好啊... 他... 算了啊... 我覺得他... 他進來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哈哈哈... 對... 哦...對... 東神西就要重新上... 哦... 東神西就要重新上... 東神西就要重新上... 哦... 大家可以去看 嗯... 東神西就是... 東神... 東邪西就是... 東神西就的第二集 是不是還是... 不是... 不是第二集是他... 他們在拍的時候 因為中間空很段... 空了一段時間 然後... 就用同樣的場景 然後... 拍了另外一個故事 哦... 了解... 了解... 對對對... 好像我也是這麼聽說 我也是這麼聽說 有人說那個... 四個... 四個日本明星有脫褲子 好像三天孝之有脫吧 嗯... 我好喜歡三天孝之哦 你也是吧 是 對... 小綠群我也很愛 嗯... 東海小綠群啊 哈哈哈... 自己講 你說什麼小綠群 東海小綠群 哈哈哈... 你啊... 你是東海小綠群 對啊... 我是文化三天孝之 哈哈哈... 哈哈哈... 文化B耶哦 淡水都是空 欸欸欸... 牛哥很屌欸 他最近那個... 大家可以去訂閱 牛哥的YouTube頻道 嗯... 他... 那時候去南港運動中心 去搭訕老先生 我覺得超好笑 哦... 我覺得這個企劃很大膽 然後也非常的有趣 因為企劃也是我表哥去弄的 哦...是哦 嗯... 就... 嗯... 好... 我們到時候因為接下來 我們好像會有機會見面嘛 好像就是你帶牛哥 哦... 請大家... 請大家期待我們之後會... 會在某個節目跟大家碰面 哈哈哈... 對...跟大家來個小預告 我跟彥哲在... 哦... 5月的時候 會再一次同台 哦... 就大概這樣 文化羅斯風 我們就等官宣 我們就等官宣 好不好 OK 好啦... 那你先...你先繼續跟大家聊 我先去吃飯 嗯... 哦...你還沒吃飯哦 哦...趕快去吃 好啦...謝謝你突然加入這樣 拜拜... 愛你哦... 拜拜... 哦...好噁哦... 但是愛你哦... 哈哈哈... 拜拜... 還有... 感謝我們的特別來賓謝一鴻 哈哈... 對... 5月...5月底... 對... 就是我一個例行的工作會... 他們會來這樣... 對... 大家支持一下謝一鴻 和... 和牛哥的頻道 訂閱... 然後小鈴鐺... 那個按起來這樣... 哈哈... 嗯... 也... 聊了半個小時... 嗯... 接下來會有哪個來賓呢 我也不知道... 哈哈... 有人要一起直播嗎? 哈哈... 嗯... 還有他啦... 就是讓... 直播不會那麼的... 情緒不會那麼的低...低落 因為剛剛可能一開始講一些... 可能家裡發生的事情會比較稍微低落一點 對... 對... 是... 還有... 面面... 掰掰... 愛你喔... 哈哈... 少爺應該不會來吧... 他現在在忙... 夢靈感覺沒有上來... 他上來就一直嗆我啊... 喔... 有人最近有看到林澤老師的廣告對不對... 那跟... 韋城一起拍的... 那一部的導演是秘傑... 就是... 大家所知的秘導... 所以我們玩了一些比較好玩的... BL元素... 哈哈...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那個... 畫面... 那當然他的... 東西也很好用... 就大家可以去... 買來... 如果家裡有養寵物的話啊... 欸... 這個... 狗跟貓的要分開喔... 因為好像不一樣... 那個好像不一樣... 大家研究一下... 那如果家裡有寵物的話... 可以買來用... 嗯哼... 你的動森大頭菜賣了嗎? 嗯... 我大頭菜的價錢都沒有很好欸... 呵... 之前好像有一次... 七十幾塊買... 然後九十幾塊就賣掉了... 對... 夢靈連線會壺... 呵... 他們最近... 他們公司最近也在... 用頻道啊... 大家也可以去看... 叫什麼... Happy Together... Happy Together... 齊心... 是嗎? 對... 齊心... 對啊... 那...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我記得那... 禮拜一好像有人問說... 到了新環境... 或者是面對親友離世... 對... 剛剛好像沒有回答到這個... 我還在思考要怎麼回答... 其實到新環境... 大家都會... 都會害怕吧... 之前好像也回答過... 嗯... 最近跟朋友有聊到... 就是如果你... 因為我... 有些人在我這邊問的問題... 會... 有一點小小的負面... 就是你們心情真的不是很好... 那... 我希望你們可以再去想一個... 呃... 我到時候請他們... 請大家留言好了... 留一個大家覺得... 心情不好的事情... 然後再留一個... 最好笑的事情... 因為像我真的不是有分享過... 請大家分享過... 大家... 會自己笑自己的一個moment嗎? 在我的那個... 現實動態下面... 有一個... 呃... 有一個我的珍藏的動態...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因為我最近再回去看... 我覺得很好笑... 最近看到一個... 就是之前有一個人... 好像在夾... 杏鮑菇的時候... 那個杏鮑菇噴掉... 飛到那個... 主管的牛肉麵裡面... 我覺得那個超好笑的... 然後我之前是... 倒那個B群... 也不能倒太多... 我是在想說... 我要把它吃掉嘛... 然後最多的就是... 很多人把手機還是什麼... 鬧鐘放到冰箱裡面... 對...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覺得那是一個... 大家分享正能量... 那如果你們在工作上... 遇到困難啊... 可以去... 去看一下... 因為困難是一定會遇到的... 因為人生嘛... 人生... 人生就是一個最大的困難... 人生總是會遇到... 很多困難的事情啊... 那工作就只是一個小小的困難... 當然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對... 對... 有人把油空氣... 冰到冰箱... 帶油空氣出門... 對... 當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請回頭去想想... 你們生命中... 美好的事情... 像... 可能剛剛我又突然有想到... 像我媽走的那一段時間... 我一直在思考... 我一直在思考... 我一直在回想... 呃... 我和她一起經歷過的開心的事情... 因為就是... 有這些難過的事情... 其實你跟她相處... 一起相處的開心的事情... 才會更顯得... 可貴... 那也是因為癌症讓我認識什麼... 叫做... 叫做... 勇敢... 然後也是... 也學會了勇敢的去說... 我愛媽媽...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安排了... 一些... 夢想清單... 我帶她去沖繩玩... 帶她去... 追星... 然後... 陪她... 雖然這都是... 雖然很... 很少... 次數沒有很多... 但她在我回憶中... 卻是一個不可抹滅的... 重量... 就反而到現在... 我就會一直回味說... 沖繩那時候她的... 一曲一動... 因為她會跟網紅一樣... 她會跟YouTuber一樣... 到了我們沖繩店的飯店的時候... 我妹的手機裡面還有我媽在錄影... 她拿著手機到每一間房間說... 這是我們到的房間... 然後... 這個有什麼有什麼... 就很興... 很興奮... 就像一個小女孩一樣... 那這個回憶就會在我的心中存在... 很久很久... 那也... 也因為她的離世... 讓這個回憶變得很有重量... 那讓... 讓我帶她去追星這件回憶... 她的... 她的笑啊... 也會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去回想一下... 生命中有什麼... 值得回憶的... 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 寫下來啊... 或者是... 記錄下來... 或者是拍照... 我覺得都是幫助你回憶... 回憶這些... 美好事物的一個方法... 對啊... 然後大家晚安... 有些人需要說晚安... 那... 禮拜一有一些人也會... 問問題... 就是會希望... 我可能跟他們說一些... 什麼鼓勵啊... 加油打氣的話... 其實有時候在... 我不知道你們遇到什麼狀況下... 有時候講... 加油其實沒有那麼有力道... 只能說... 相信自己吧... 相信自己也是會做得到的... 對啊... 最近要拍新戲... 最近在... 五月底到... 今年下半年會... 忙一個連續劇... 對... 不會心疼啦... 這就是... 必經的過程吧... 因為每個人都會面對到... 親了的離世...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 嗯...真的沒有預想到會遇到... 但... 很多人都會遇到... 其實生命... 就是會遇到的... 嗯... 有些人真的在... 我身邊有朋友十幾歲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不在... 那他也很堅強... 他就撐過來了... 我就很欣賞他們這樣子的... 堅強... 那... 我是到... 已經到長大了... 已經遇到了很多... 呃... 事情了... 然後... 才... 其實也... 也沒有算做好準備... 但是已經心理素質... 心理的... 建設已經算很強了... 那才遇到這件事情... 因為... 譬如說我們啊... 診斷出癌症的那一段時間... 其實心理準備就已經做好了... 已經... 建設好四年多... 就是面對... 有可能他在每一刻... 甚至隨時都有可能會離開... 所以大家保持好自己的... 呃... 狀態... 自己的能量... 不要害怕啦... 其實... 人生就是這樣... 呵呵...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 呃... 過程... 然後有它的意義... 你遇到壞事... 它未來可能你回頭... 思考的時候... 它發現它並不是壞事... 它可能是你的人生的一個養分... 因為像我以前覺得... 我不想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我不想怎麼樣... 但它卻... 讓我成為... 呃... 讓我成為現在的我... 對啊... 呃...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時候很討厭我當杜敏俊... 我那時候很討厭我... 不是我自己... 我很想當盧彦哲三個字... 杜敏俊是一個... 人家已經完成的角色... 我很怕我褻瀟了這個角色... 但... 我那時候很討厭... 但現在... 回頭看看我要感謝... 因為謝謝杜敏俊讓我出道... 也謝謝那個時候... 我還算比較像的那一個... 然後就出道了... 對... 因為回頭看一看... 其實一切讓你討厭的事情... 它... 到最後都是你的... 一部分... 都是你的養分... 對...所以... 對... 那時候... 你看以前討厭的事情... 現在會感謝啊... 所以有一些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們不要害怕... 因為未來... 未來... 某一天你回頭看看... 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幫助你... 或者在那個當下... 會讓你做出不同選擇... 的... 一件事情... 對... 有人說照顧病人不輕鬆... 其實我也要謝謝我爸... 然後謝謝我弟... 和我妹... 因為他們是... 究竟最近照顧我媽媽的人... 幫忙照顧... 所以... 他必須要有一個人換班... 那時候就是我妹... 下班就去跟他換班... 他就回家洗澡... 然後... 休息一兩個小時... 再到醫院... 所以... 其實那段時間我爸是很辛苦的... 我弟... 我妹也都很辛苦... 就真的... 很謝謝我的家人... 不知道他們... 他們應該都不會看我直播啊... 通常家人都不會看自己... 自己家人的直播... 對... 那... 其實我以前也... 蠻不喜歡我爸的啊... 他前幾年... 但... 過了一段時間... 就也不會說討厭... 就... 接受他了... 因為他就是你老爸... 就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 對我家人的想法... 對... 一定大家... 對自己家人... 一定沒有到說... 相處下來... 一定不會... 這麼的完美... 有些人一定會討厭媽媽... 討厭爸爸... 討厭哥哥... 討厭弟弟... 討厭姐姐... 討厭妹妹... 多多少少都有這種狀況啦... 但... 我只能說... 當真的經歷過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回頭看... 就是...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很清新就是我的家人都還在... 那... 弟弟妹妹... 爸爸... 心理素質也都很強... 然後他們一起... 我們就一起扶持... 然後一起度過... 呃... 度過了媽媽... 走的這... 這段時間... 對啊... 然後萍萍也來了... 我爸... 我爸不會... 我爸不會虧品啦... 他就是... 只要我發什麼... 他就是分享出去... 然後... 因為我爸以前在... 他在... 他在路港... 就是很多朋友... 所以我以前只要回路港... 假日六日回去... 他就會帶我出去應酬... 他就會帶我出去應酬... 譬如說有廟會... 他就會帶我去廟會... 露個臉... 然後那時候我在拍八點島的時候... 比較多人認識... 結果有廟會的朋友就說... 欸... 要不要上來唱首歌... 我說... 為什麼我要上去唱歌... 我不是... 我不是歌手... 哈哈... 那這些經驗都還蠻好... 蠻好玩的... 以前就覺得很... 很煩... 就是我休息... 就是休息... 你幹嘛帶我出去... 但現在就覺得... 還蠻有趣的啦... 就是... 也是因為爸爸覺得... 你這個兒子... 讓他驕傲... 才會帶你出去啊... 就是... 謝謝你喔爸... 哈哈... 對... 但... 不要恨他... 因為... 之前有跟一些老師聊過... 因為... 當你恨... 太討厭一個人... 有時候在某個階段... 你會變得跟他一樣... 嗯... 因為我曾經跟一些... Mini老師聊過... 就是說... 我不想要成為他這樣子的大人... 那... 老師就說... 你這個心結如果不解開... 在某種程度... 某些時候... 你會變得跟他一樣... 我聽到我就嚇到... 我就... 哇... 那我就開始慢慢... 去面對這件事情... 我面對... 我開始了解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 先了解... 然後接受... 然後面對... 然後... 然後... 再來就可以慢慢的放下... 雖然有時候遇到他一些事情... 還是覺得很白目... 就為什麼你... 可以這個樣子... 對... 很會讓人變得跟對方一樣... 嗯... 當然就是... 人啊... 真的要... 學習去... 面對很多事情... 那... 今年就是真的... 學到很多事情了... 晚上好... 那... 比較晚進來的朋友... 就... 可能前面沒有聽到... 當然今天... 今天... 今天就講的... 話題比較嚴肅一點... 因為是講... 講就是... 呃... 呃... 家裡... 我家裡的事情啊... 那...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 家人啊... 或者是... 身邊有親朋好友... 有遇到... 再次跟大家說... 如果真的他們... 你們有發現他們... 身體有什麼狀況... 請... 一定要... 陪著他們... 中間一定會有一段過程很辛苦... 但是... 你們必須... 要相信自己... 困難一定會過去的... 就算遇到... 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請... 記住... 有家人的扶持... 或者是... 有朋友的扶持... 一定能幫助你... 呃... 撐過這段... 時間... 對... 心靈導師... 對啊... 最近好像滿常變心靈導師... 其實我也不想成為心靈導師... 但是我... 好像分享的東西... 大家會滿... 也謝謝你們的回饋啦... 謝謝你們... 回饋這些事情... 讓我覺得... 我好像分享的事情... 是有意義的... 分享的過程是有意義的... 對... 富大蠟寫真的... 專輯拜託了... 哈哈... 看有沒有人要出資... 哈哈... 人生哲學嗎... 也算是... 因為畢竟... 也... 三十幾歲了... 覺得好像有些事情... 經歷過了... 可以分享... 因為我不希望... 面對死亡這件事情... 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因為面對死亡... 它就是一個... 必經的過程... 但我不希望它... 變得太痛苦... 當然... 難過會有... 但是不要痛苦... 因為它是讓你... 能夠承受所有... 嗯... 事情... 一切... 難過的... 動力... 因為在... 我在幫我... 媽媽辦後事的... 這段時間... 體會到... 很多... 很多... 我覺得要更真實的... 面對自己... 所以未來... 大家... 不要害怕... 然後... 我可能... 會有更多人生的計畫... 會跟大家分享... 那... 接下來就是... 跟大家分享...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 新戲啊... 那我自己的品牌... 還要... 我跟我朋友合作的品牌... 主力的品牌... 也要上線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當然它是... 一些保養品的部分啊... 我們還在談... 但... 希望它可以很順利的上線... 那... 這個品牌... 就偷偷跟大家... 呃... 廣告一下... 這個品牌叫Fortitude... 就我之前... 有分享過... 它的原意是我朋友他... 他... 他找到這個英文的名字是... 堅韧勇氣... 那我們一開始其實是... 弄在頭髮上面... 當然希望大家頭髮可以... 很堅韧啊... 很健康這樣子... 對... 那... 這個品牌... 我後來就想想... 我後來就分享了一篇... 那個品牌的... 一些我們思考出來的理念...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 很勇敢的面對自己...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東西... 可以讓大家在面對自己的一個過程中... 變得非常有自信... 然後讓你到的每一個地方... 每一件... 每一次的... 保養啊... 每一次的化妝啊... 都可以... 是你的一個回憶... 是你的一個... 有意義的一個... 一段... 一段旅程... 所以我們就叫它風圖... 因為其實是... 最主要是要讓中文名字好記... 所以叫... Fortitude叫風圖嘛... 那當然希望大家比較好記這樣... 當然廣告的部分... 我們是會自己拍啦... 但... 我還是需要跟我之後的... 可能要跟我的公司啊... 然後... 我的... 經紀人啊... 我們要討論好的一個方向... 什麼東西讓你做這個品牌呢... 當然就是希望... 除了... 拍戲以外... 能有事情讓自己忙起來... 因為... 嗯... 不希望... 嗯... 怎麼說呢... 不希望沒有戲拍的時候自己空下來... 因為... 雖然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人沒有工作... 那我很幸運就是我還有主持... 和... 戲劇的準備... 但是當... 因為以前曾經經過有一段沒有戲拍的時間... 那段時間真的非常的難過... 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幹嘛... 呵呵... 就會有人問說你... 你在幹嘛... 欸... 你現在是演員... 欸... 明細拍的時候在幹嘛... 我都會說運動... 然後看書... 看戲... 當然看... 看戲是有的... 運動也是有的... 但是看書這件事情... 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看書... 那... 所以就會講得有點興趣啊... 然後其實... 其實大部分... 是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 那... 後來也因為... 工作開始上軌道... 那... 也希望可以經營一些... 滿意義義的品牌... 一些... 一些事情... 那可以分享一些好的東西... 對啊... 哎呦... 內特上來了對不對... 呵... 內特也... 內特也很讚啊... 他就是... 我就說要弄一些東西... 他就說... 有什麼... 有什麼他能幫忙的... 就幫忙... 對... 那天... 幫少魚競生他也在啊... 嗯... 欸...我剛剛講到什麼... 好... 筍子在我旁邊啊... 他們在睡覺... 但是... 在我旁邊最... 在我旁邊躺最好是盧蜜... 盧蜜... 盧蜜... 給大家看一下... 我家最... 最七八的狗... 哈哈哈哈... 當然剛剛說到... 就是今年... 遇到很多事情... 讓我更... 心情... 和... 想法改變的... 蠻大的... 會... 未來會更真實的... 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事情... 哈哈... 同步的把我... 嗯... 把我的一些想法... 分享給大家... 比如說... 嗯... 面對... 面對生命啊... 那或者是... 面對正式的自己... 這些事情... 好難去翻譯喔... 就希望有... 哈哈... 有一些粉絲... 希望粉絲可以幫我翻譯... 因為我知道... 我本上很多粉絲... 日文超好... 那他們也都會幫我翻譯... 給... 日本的粉絲... 那如果有英文的... 很好的粉絲... 希望大家... 可以... 我... 我看是看得懂... 所以如果你們翻錯的話... 我可能也會看得懂喔... 但希望可以... 如果你們真的... 想分享的話啦... 如果真的有人想要聽的話... 你們可以幫忙分享... 分享一下... 對... 然後... 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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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才幫他刷牙... 嘶... 嘶... 跟奶特直播... 奶特要加入嗎? 還蠻好玩的啊... NAT你要加入嗎? 王玉祥你還在嗎? 直播應該會留吧 然後 因為 應該是可以留 我也沒有講什麼 不好的事情 如果講什麼不好的事情 我就會把它刪掉 不要被他騙了 他不乖 他超不乖 我不在家的時候 他都會 就是上我桌子 然後把東西咬到地上 然後傻叫的時候 就會這樣一個咬屁股 然後亂叫 然後要你摸他 然後就在說你 排解壓力的方法 吸狗算嗎 然後揍狗 不要說我虐狗 我真的會打狗 因為他有時候很皮 我會打他 我會打他屁股 最有肉的地方 然後 吃東西啊 看電影啊 然後跟大家尬聊啊 排解壓力哦 有時候生氣也是一種方法 不要氣到內傷就好 筍子跟Lumi出去都不會有挑戰 因為我都有幫他們低藥啊 一百分他那個 找不到 不是 那一百分跟星界爽 對啊 我沒有愛他勝過筍子 其實我都愛 只是因為他比較好抱 他真的比較好抱 他隨手 信手撵來就可以在手上 他隨便一抓就在手上 然後可以跟報應兒一樣 他可以這樣躺著 所以我很喜歡抱他 因為他就 很像小孩 因為筍子抱他 他會僵硬 所以我很少抱筍子 但我會摸他 筍子在我旁邊 我再摸他 你看Lumi就可以這樣抱 其實就是 講的大概差不多了啦 然後就讓狗來 化解一下尷尬 不然我就 接下來就是尬聊 換筍子 為什麼叫Lumi 我也不知道欸 你為什麼叫Lumi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Lumi 有點忘了 筍子來 筍子來 來 來 你的粉絲想看你 筍子來 過來 來 因為我要抓他的時候 你看你看你看 他會那個 他開始緊張你看 他沒辦法 很好的很放鬆的 被抱起來 然後今天幫他綁了一個 這個李金 跟他男朋友 跟他男朋友一樣 他男朋友帥帥 筍子沒有胖喔 他其實變瘦了 你嘴巴也很臭 你嘴巴也很臭 太可愛了 你說筍子男朋友是誰嗎 帥帥啊 那個啊 之前他們呢 他們的好朋友是張果子和帥帥 果子在 去年底的時候 也是因為 腫瘤過世了 那也蠻難過的 那現在就是他們家是很帥帥 那帥帥 帥帥真的是 真的是他男朋友 因為他 就是對他超好的 然後他會嗆 他會嗆乳米 帥帥真的很帥啊 而且我跟他爸有很好 就讓他們在一起吧 筍子沒有緊張啊 他現在很放鬆 他現在在喘 有人說你一臉驚慌 然後你有一臉驚慌 沒有 笑 卡比 卡比上次我們有去拍廣告啊 那個臨早式的廣告 那隻黑財就是卡比啊 他很壞 我生氣 因為他凶我們家兩隻狗 就是我們 嗯 我們在片場的時候 就是可能走來走去 然後他會 可能護食吧 他想要保護他的食物 然後 然後他們兩隻就走過去 然後他就兇他們 我生氣 我不想跟他們做朋友 我不想跟卡比做朋友 好 今天直播其實就差不多 也一個小時 多了吧 謝謝在線上四百多位 五百多位的朋友 嗯 前面講的就是比較家庭的事情 那可能一些 最近的一些經歷 那 希望 希望分享這些事情 讓大家 可以讓大家 感受到一些 什麼 嗯 不敢說 不敢說 可以讓你們很有正能量 或者是讓你們心情更好 但希望可以 因為我的 分享 可以讓你們 心裡埋下一點點 可能對 對家人啊 對生病啊 對 生命啊 可以更 更多一點點的 勇敢就好了 其實 嗯 最主要分享是想這樣 讓你們可以 有多一點面對事情的勇氣 這樣 對啊 那當然 很多人都 催彩虹屁說 只要看我直播就很開心啦 那我相信 只要聽我講話 你們就很開心 當然就希望可以 只要借我講話 就可以讓你們 可以心情放鬆就好 對 哎呦 我表姐也進來了 表姐什麼時候 要找我去分享 你不是說 你們班的學生 想要找我 聽我分享嗎 對啊 因為 身為演員除了演戲以外 我覺得現在身為公眾人物 能夠多一點分享的能量 當然是最好 像 前一陣子我跟曾志祥聊過 然後他弄了 他那時候還沒弄YouTube頻道 我就知道他要弄了 我覺得很棒 因為他 最近分享的YouTube頻道 就是說 他是在演藝圈長大 那又不一樣 就是可以分享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在演藝圈長大的小孩 會遇到什麼困難 那他的心境是怎麼調整 我覺得他也很有智慧 大家可以去 訂閱一下曾志祥的頻道 就是 因為他分享的故事 他分享的故事是連我身邊的朋友 以前不喜歡他的 都會來跑來跟我說 欸你昨天是不是有跟他聊天 他最近的頻道真的很棒耶 就真的大家也可以去聽聽看 就是可以 嗯 就 支持一下 多多直播都分享可以嗎 其實我很懶惰 我就是想到有什麼要分享 其實我今天要直播之前 我還在掙扎 我說我真的要開嗎 我不會講一講就哭啊 還好剛剛有稍微有一丁丁的 小小的想要落淚 當然會有點難過 但 當然是希望可以分享 好的能量給大家 嗨 好久不見 我其實直播要結束了 前面分享很多 生命經歷的事情 那 未來可能會分享更多 生活上遇到的事情吧 希望自己可以很多 有更多的體會 然後可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 當演員有時候經歷到的事情 其實跟大家是一樣的 但是演員有時候講話 比較多人會 注意到 這就是身為公眾人物 有一些帶有的 一些力量 還有一些責任 那 當然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 嗯 更有勇氣面對一切 我沒有全部憋在心裡 我不是講出來了嗎 當然希望大家也不要把 不好的東西都憋在心裡 適時的分享出來 OK 對啊 有時候哭不是不好的事情喔 像我最近就很常哭啊 有時候自己開車聽音樂 想到媽媽我就開始流人淚啊 哭真的不是不好的 哭是一種釋放 好像唱歌一樣 對 不用 然後最後跟大家講 不用擔心我 我OK 因為 面對死亡這件事情 讓我體會到 好好的生活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會好好的吃飯 好好的睡覺 好好的耍廢 好好的幹話這樣 然後 好好的跟大家聊聊天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大家關心 最近這一個多月 這兩個月發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體會到太多事情 然後謝謝大家一直都在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會一直都在 那可以給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OK 筍子已經在我手上睡覺了 筍子跟大家say goodbye goodbye 然後因為我剛抱他 我嘴巴裡面已經有狗毛了 你看 我才剛抱他一下 然後講太多話 他的狗毛就在我嘴巴裡面 好喲 有人要這根狗毛嗎 哈哈 開玩笑的 好啦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好 剛剛有人說 他永遠在我心中 對 你最愛的家人永遠在你的心中 好喲 謝謝大家 晚安 保重身體 等一下 讓Lumi來跟大家 say goodbye 滿版的狗 給大家看滿版的狗 給大家看滿版的狗 拜啦